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往往都认为我书读了很多 认为我是留学外国的 我讲了一口的外国语言 回来就否认了 国内五千年的文化风水学 这个人很多 但是到最后 你不相信所发生的问题 一一的实现 等吃到大亏不亏 再来东奔虚好 没有用 曾经就一位我们的信徒 他的儿子 从国外 拿了博士回来 就一直对他的爸爸说 你很迷信 去读 一经的课 很迷信 尤其风水 他更不相信 所以 我们这个学员 让儿子一讲 有道理 他就 停止上课 停止接法 有一天 他 发现他的儿子 回来了 找到一个工作 没有多久 就不做了 恍惚惚惚 变成宅男 我们的这一位学员弟子 才换了 风水学奥秘 来看 到底孩子患了什么毛病 结果 就是患了这个毛病 把他的床位 卧室进去 他右边 靠着墙 靠着墙 就要睡 就白虎高起来 白虎压下来 无形中 孩子的心反气躁 所以心是很不安 上班 跟人家起冲突 老板 就受不了他 解聘了 回到家里来 一直躲在房子 变宅男 所以身为 爸爸 我们的学员 他就烦恼了 原来 他儿子 就是床位 患了大忌 这一条 床位 右边 不靠墙 这患了大忌 所以 问我怎么办 我这看着办 你把床位移过来 移过来就好了 这样来 孩子就稳定下来 所以回去 就把孩子的床位 移到中间来 过了几天 孩子就跟爸爸说 我要去见师傅 这个力量 让我开始又有信心起来 原来风水学 床位 影响 几乎影响了他的一生 所以各位 我们不要以为 我读了多少书 你什么就不管 以为自己想 烤了